伪装是一门艺术 而有的时候 当你无法将全身上下都伪装起来的时候 那就至少伪装最关键的部分 比如萤火虫那门 比普通谢尔曼长了一倍的17磅主炮 1943年 英国人越发担忧自己的坦克炮 无法击穿德国坦克的装甲了 当时他们大量装备的是 美国人的谢尔曼坦克 虽然皮时耐用跑得快 在数量上也占有优势 但是那门75毫米的主炮 实在是很弱机 碰到德国人的虎视和黑豹 就基本处于梅泽的地步 怎么办呢 英国人想出了一个过渡方案 把穿甲能力更强的17磅反坦克炮 装到谢尔曼的炮塔上 于是谢尔曼就变成了萤火虫谢尔曼 别说它真的是有效 在诺曼底探头 建一辆虎视就能打穿一辆虎视 起到了很好的压制作用 德国人当然也就很快反应了过来 意识到这种带有长炮管的坦克 相当危险 于是调整战术 在看到谢尔曼出动时 会首先选择萤火虫下手 好了 该英国人来解决问题了 伪装便出场了 为了让德国人分不清 哪辆是长炮管 哪辆是短炮管 英国人在萤火虫炮管的前端 涂上了一种称为 反向阴影的特殊迷彩 就是把通常看起来 应该更亮的顶部涂得更暗 而把通常应该更暗的底部涂成亮色 这个伪装策略呢 其实是我们跟动物们学过来的 而且学会之后 也不光用在了坦克炮上 所以效果怎么样呢 你来看这张照片 就充分说明了问题嘛 乍一看上去 它不就是一辆短炮管的谢尔曼吗 是的 在实战当中 德国人也经常犯下 这样的致命错误